各位,上次说到赵前宣和谭婆在船上优惠,被乔峰发现了,想逼他们说出带头大哥的名字,但他们死都不肯说, 乔峰就点了他们的月道,不让他们移动,然后就回到卫辉城,逼谭婆的老公谭公, 他们在客店过了几早,谭公就即时认出他,哦,你,你,你,原来你就是乔峰啊,乔峰说,没错,是我, 谭公就很生气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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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整天扯过赵前宣的乔峰啊, 那么他最激气的呢,乔峰说要杀了谭婆之后,将谭婆的居士和赵前宣合葬, 乔峰就说,是你老婆要扯过她的,关我什么事呢,你想不想知道谭婆现在身在何处, 又想不想知道她和谁一起讲情话,唱情歌啊,谭公一听,心知肚明了,知道自己老婆和赵前宣又不知道在哪里搞搞震, 忍不住就想去看究竟,就问了,我,我,我老婆现在在哪里,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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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去啊, 乔峰说,你给什么好处我啊,我为什么要带你去啊, 谭公记起乔峰先头说话,就问了,哦,那你说有事要问我啊, 乔峰说,那天在巫石城外恒指林里头,徐长老带了一封信来,是人家写给黑衣帮的前任帮主汪剑通的, 这封信是谁写的啊,谭公这阵时一听,整个身震了一下, 啊,那个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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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杀副仇人,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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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乱都不会把他的名字出来的, 不是你去找他報仇 豈不是當我害了他 喬峰說 好 你如果不說 你自己就要先死 怎麼知道譚公大笑 你當我譚某是什麼人 我會貪生怕死 喬峰聽他這麼固存義氣 也很佩服他 如果給了另一種事 他就不再逼問了 但是自己父母的仇 不同一般 於是他又再逼 好 你不愛惜自己的命 連你妻子的命 又愛不愛惜呢 譚公譚婆聲名素地 而醜天下 難道你不怕嗎 那武林中人最愛惜就是明星 還名輕身 是江湖上好漢的上司 譚公聽到他這兩句話就說 我譚某行得正 站得正 整世人 沒有做對不起朋友的事 又怎麼說得成聲名素地 疑惹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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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譚公當堂整面 穀到珠乾那麼色 然後 轉為青必必 喬峰知道他吃醋了 時機成熟了 放了他 自己另轉身走出客店 譚公這時候聽話了 整天跟著他 兩人一前一後出了衛揮城 一路上 很多江湖好漢都認識譚公 見到他就公公敬敬讓路行禮 譚公就拋鞋 哼 那就走過去算了 沒多久 他們兩人就去了那隻大木船旁邊 喬峰新人一訪就上了船頭 指著船艙就說 譚公 你自己來看吧 譚公跟著上了船 看著船艙裏頭 咦 見到自己老婆和趙前孫兩個 抱著船艙裏頭 在船艙裏頭 咦 這還了得 譚公的火遮眼 衝油一掌 就打到趙前孫的頭殼 啵聲 趙前孫的人動了一下 不還手又不閃避 但是譚公手板和頭殼頂接觸的時候 國策都不對勁 連王伸手摸一下妻子的臉 一摸 冬冰冰 原來譚婆已經死了很久了 譚公整個人打了震 但是他不死心 再伸手探一下老婆被戈底 哎呀 還哪裏有呼吸 他呆了呆 又摸一下趙前孫的額頭 一樣是冬冰冰 譚公生氣得闊闊聲 凌轉身 挖緊喬峰 那雙眼好像要噴火一樣 什麼 喬峰見到譚婆和趙前孫忽然一起死於非命 也非常驚奇 他上船入省的時候 只不過點了他們兩個人的穴道 為什麼兩個高手會突然死掉 他滴起趙前孫的屍 略略看了一下 整身是沒有損沒有傷 抹開他胸口的衣衫 看見到胸口一大塊穴黑 哦 是中了重手掌力 更出奇的是 這下重手 好像是出於自己手 這時候譚公抱著譚婆 背轉身 就擱去那些衣衫 看看胸口的傷痕 和趙前孫所受的傷痕一模一樣 譚公的欲哭無淚 小聲響著喬峰說 你…你…你這個人面瘦心 這麼浪胎的你…你…你… 喬峰這陣子怕得有時候說不出話 是…是誰出送手 打死了譚婆和趙前孫呢 下手這個人功力深厚 不比尋上 難道又是我的死對頭來了 不過他怎麼知道這兩個人在船裡頭 譚公傷心愛妻慘死啊 混足力在兩隻手上 出力向喬峰打過去 喬峰向旁邊閃閃 指這件…你…喬峰聲 譚公的掌力呢 將船棚打倒了半邊 喬峰右手寸出 就搭著他肩膀說 譚公 你夫人不是我殺的 你信不信啊 不…不是…你…你… 還有…還有誰啊 哼…譚公 這陣子你的命在我手中 喬峰如果想殺你二餘反掌 我騙你有什麼用啊 我…我…我知道…你…你…你整天想殺殺負仇人 是…我…我…譚某武功雖然…學得你這麼好 但是…我不會學得你這麼笨的 譚公 這樣吧 你將我殺負仇人的名字說出來 那我一力承擔 就幫你報這個殺妻大手 啊? 哈哈… 哈哈哈… 譚公慘言狂笑 連續運了三次力 想說擺脫對方的掌握 但是… 喬峰那隻手掌輕輕搭著他的肩膀 跟著他的力來變化 譚公掙扎的力越大 對方手掌上的力也相應加大 始終沒辦法掙扎得掉 後來譚公把心入橫 新條利在兩棚牙中間 出來一咬 咬 咬斷了一條舌 整口鮮血就噴到喬峰裡了 喬峰急忙側身閃避 譚公一拼拼開他 出來一腳 把趙前孫的屍體踢開 雙手握著譚婆的屍體 頸一軟 氣絕身亡 死都要握著他老婆 喬峰突然見到這麼慘情 哎呀 心都很害怕 覺得很遺憾 譚氏夫婦和趙前孫 雖然不是他親手殺死 但是終歸都為他而死 如果要毀屍滅跡 只要拿腳一蹲 在船板上蹲了個洞 那隻船就自己會沉入江底 但是 如果我沉了這三具屍體 就反而顯得造賊心虛了 那當時他就走出船艙 上回岸 想在岸邊找些蜘蛛馬跡 但是一點都找不到 他就逼著急急腳走回到客店 阿朱姑娘就一直在門口看啊看啊 見到他平安無事回來就很開心 但是見到他神色不定 知道追蹤趙前孫和譚婆沒有什麼結果了 趕快問 怎樣啦 喬風說都死了 啊 阿朱又吃了驚了 什麼 那譚婆和趙前孫 不是 還有譚公 一共三個人死了 阿朱見他這樣 就以為是他殺了人的心不安樂 你都免得說他 於是說 啊 趙前孫是害死你父親的幫兇 殺了他 殺了他 都不要緊的 喬風你頭 不是我殺的 啊 那不是你殺就行了 我本來想 譚公譚婆就沒有什麼得罪你 可以放過他 啊 不是你殺啊 那不知是誰殺的呢 不知道 喬風動起手指就數一下數一下 喬 阿朱 知道那個帶頭大哥姓名的 世上就剩下三個人了 你問我們做事要快 不要經常被敵人搶在前頭 我們始終落在下風才行 是啊 沒錯沒錯 那個馬夫人 爭到你入骨 她怎麼都不會說的了 何況如果我們迫問一個寡婦 也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為 志光和尚間廟遠在江南 這樣吧 我們不如現在馬上去山東善政家 啊 阿朱呀 這陣子真是難為你了 沒事 不要緊的 老闆 老闆 我們要賣錢了 那麼猴急做什麼阿朱 明早再走 不好 今晚留夜趕路 別讓敵人步步爭才行 喬風好感激啊 點頭 無色滄亡之中 他們出了衛揮城 一路上 已經聽到不少人全三全四了 說揭丹惡魔喬風 怎麼落毒手 害死了譚功夫婦和趙前孫 那些人說話的時候 東張西望 驚著喬風隨時會在身邊出現 唉 他們都未知 喬風現在就是在他們身邊 如果想出手傷人 這些人真是不能避 喬風這兩個一路上就更換坐騎 日夜不停地向著東跑 趕了兩日路 阿朱雖然沒有說一個累子 但是眼眩眩眩地騎在馬上 幾次差點跌落地 喬風見到他實在是支持不住了 於是就騎馬換車 好了 那兩個人在車上睡了三四個時辰 睡足了 有隻汽車騎馬 他們日夜不停地趕路 有時候阿朱就歡歡喜喜地說 哼 這一次 怎麼都會趕在那個大惡人的前頭 他和喬風都不知道對頭人是誰 但是提起那個人的時候 總是以大惡人相稱 喬風的心就很閉毅 總覺得這個大惡人 每一步始終都佔著先機 這個人武功不應該比自己 機智謀略更加遠遠勝過自己 何況直到這時候 自己看出來眼前的 始終是一團迷霧 夢叉叉 但是自己一切所作所為 對方就清清楚楚 在一生之中 從來未遇過一個這麼厲害的對手 不過喬風的人是這樣的 敵人越強 他的氣概越大 一點都沒有驚的意思 鐵面判官善政 細居山東泰安城 泰安境內人人都知道 喬風和阿朱來到泰安的時候已經是挨慢 聞清了善家所在 就立刻穿城而過 出了大東門 走到里路上 咦? 看到前面濃煙沖天 什麼地方火燭呢? 跟著那些羅響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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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有人放火啊!有人放火啊!快點救火啊! 聽見很多人在那裡叫 喬風不在意的 一路趕馬跑過去 越跑近火燭的地方 聽見有人大聲的叫 快點救火啊!快點救火啊! 是鐵面善政家啊! 喬風和阿朱大氣一驚 一起拉著馬 兩個人對望一眼 難道又被大惡人搶先一捕? 阿朱就安慰說 哎呀!喬大爺不怕的 善政武藝高強 這房子火燭而已 不會連人都燒死的嘛 於是他們趕馬急跑 慢慢跑到善家莊 哇!覺得熱浪逼人 只見前面含含聲大火 這時候 四面的鄉民已經來救火了 溺水的溺水 潑沙的潑沙 喬風和阿朱又落了馬 在火牆左近 就左右看看 看看有沒有什麼線索 聽見有人說 哎呀!善老爺這麼好心 整天在地方祭貧救災 幾十年來積落這麼多功德 這時候 燒了房子不要說 整家三十幾個 一個都走不出來呀! 慘 有一個又說 哼!當然是仇家放火 又塞著門 不讓那些人逃走啦! 不是呀!善家連五歲大的小孩都會武功 又怎麼說不會走得出來呢? 善頭那個人就說 聽說善大夜善二夜善五夜 在河南被一個叫做什麼 叫什麼 喬風的惡人殺了 這次來放火 後不是那個大惡人嗎? 咦? 阿朱和喬風說話的時候 提到那個對頭人 都稱之為大惡人 唉!這陣子聽人家說喬風 又是大惡人 心都說了 跟著又聽見那兩個人說 那個大惡人當然是喬風啦 唉!他經常帶了大批手下 衝入仙家中 殺了人家全家 唉呀!真可憐呀!天無眼呀! 跟著另外一個就說 哼!那個喬風作惡多端 將來他死呀 肯定被善家的人死得更慘 阿朱聽見那些在那裡 猛咒喬喬風 心很生氣 伸手在馬警拍了一下 那隻馬一驚 咦! 左腳一踢踢出 剛剛踢上那個人的屁股 啊! 嚇一聲! 踢到那個人整個屁股 阿朱就說了 哼! 你把嘴好臭呀! 講說話要乾淨些 那人被馬腳踢了一下 想起大惡人喬風 帶了很多手下來 嚇到那裡這樣 急急腳就走開 喬風微微笑一下 但是笑容之中 帶著三分妻虎的神色 他一聲不出 和阿朱就走到火牆的另一頭 聽見眾人議論紛紛 個個都說 善家男女老少三十幾口人 沒有一個人能逃出來啊 喬風聞到一陣陣燒孔屍體的臭氣 從火牆的旁邊猛著出來 知道他們說的不是假話來啦 善政全家 個個死了 阿朱這陣子就小聲說了 喬大爺呀 那個大惡人 真是毒辣的 他 他殺了善政就算了 何必要殺死他全家呀 哎呀 還要連人家屋子都燒了 喬峰說,這叫做斬草除根,如果換著我,我都要燒那間屋 哎呀,那為什麼? 阿豬,那晚在恆子臨到,善政曾經說過幾句話,我想你都會聽到吧 他說,我家裡收了這位帶頭大哥的幾封信,拿了這封信是一對筆跡,果然是真跡 阿豬一聽喬峰這樣說,哎呀,明白了,他說,哦,是呀,那個惡人就算殺了善政 但是他怕你來到善家莊,找到幾封信的嘛,還照樣知道帶頭大哥的名字 那現在他一把火燒了善家莊,那什麼書信都沒有了 這時候來救火的人越來越多,但是火勢也越來越猛 一桶桶水潑上去,善聲,煞時間就化成熱氣,就哪裡能夠關掉那些火啊 一陣陣火焰和熱氣供出來,焗到那些人就猛地退後 那些人一面探飾,就一面大罵喬峰 哎呀,那些鄉下人罵起人上來,哪是人這麼笨啊,多難聽的說話都有啊 阿豬怕着喬峰聽到人這樣罵,生氣起來就大開殺戒啊 快點看看喬峰先,只見他面上的神色很奇怪,又似傷心,又似後悔 哎呀,於是他就提議說了,喬大爺啊,現在沒有辦法了 去天台山,找治江大師啦 一提到這樣,哎呀,那的確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喬江大師當年曾經參與殺害喬峰父母這一戰 但是後來他呢,大發怨心,就出了一個外國,採集樹皮 醫治治治江敏南一帶老百姓的脹氣藥疾 救了不少人啊,而自己就身染重病,好完之後武功喘失啊 這樣祭世救人的行為,江湖上個個都尊敬啊,提起治江大師啊,人人都稱之為萬家生佛的 喬峰如果不是到了萬不得已,真是不想去跟他為難啊 喬各位,這次他們去天台山,又見不見得到治江大師呢? 如果見到,又有什麼辦法,人家才肯說那個大頭大哥的名字啊? 要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